外科医生为了独享女神的爱 居然砍掉她的双手双脚 把她装在半米宽的盒子里 这是一种变态的爱 嗨仔就这样将她当作宠物养着 更让人用脚趾头也想不到的是 女神最后居然也爱上了嗨仔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那个人的运气一定会超好的 嗨仔从小就要疯得疯要语得语 她的父亲却是一个工作狂 母亲则是一个游走在酒吧里的交际花 嗨仔长大后成为了外科医生 还有一位美中美的痴情条女 但天有不测风云 她的父母在高速路上开车意外身亡 给嗨仔留下了上万平米的豪华大别墅 可以说她的生活绝对是大多数人的梦想 每天她都会来到酒吧醉生梦子 在这里她看上了美少女翠花 简直让嗨仔兴奋到了脚底 随后她一路尾随到翠花的住处 为了零距离看到女神的一切 嗨仔直接爬上两米二六的大树 看着翠花丰润有度的身材 简直让嗨仔口水流流的 下一秒窗户里却多出一个嗨老 嗨仔好心情瞬间淡然无存 于是她马上闪现到家 打电话到翠花的家里 但嗨仔却一句话不说 就这样一晚上打了上百个电话 翠花的男友也开始不停吃醋 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 于是嗨仔趁机发起进攻 还特意为翠花举办了高级派对 但对方根本就没正眼看她 反而被几十年的好机友给劫了火 嗨仔觉得自己头上一片绿绿的 就算养几百头牛也吃不完的青草 眼睁睁看着翠花被机友给拱走了 深夜嗨仔拿着翠花一落的皮包 让变态的她有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次日嗨仔以还皮包为借口 再次将翠花约了出来 翠花打开皮包直接傻了眼 自己的身份证却不见踪影 原来嗨仔故意留在家中 就是为了跟翠花共进烛光午餐 但谈过上百个男友的翠花 闭着眼都知道 嗨仔肚子里的蛔虫想什么 翠花拿到证件后头也不回就离开了 嗨仔屁颠屁颠跟过来想做最后的玩游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等翠花再次醒来大长腿就抹油了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不一定打得出来 这条中年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性胆的大长腿抹油了 变态外科医生为了得到她的爱 还卸掉女孩的双手放在木盒上 每天都伺候她吃喝拉萨 翠花刚开始没有腿痛苦万分 把身边可以拿到的东西扔了个遍 但嗨仔却从脚底兴奋到头底 为了一天36个小时跟翠花一起 她先去把老板炒了鱿鱼 就算好友说要介绍村花给她认识 嗨仔也假装不在家 生怕翠花被别人抢走了 还把家里的电话线也拔掉了 对青梅竹马的现任女友也不再答应 现在的嗨仔早已迷失在爱的世界之中 但就算对翠花无微不至的照顾 翠花现在还是像头牛一样 整天乱吼乱叫她 但她越是这样 嗨仔貌似就越喜欢 简直就是变态的战斗机 这天嗨仔寂寞的女友西施找上门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小可爱 嗨仔拿自己的袜子堵住她的嘴 但翠花也不想错过求生的机会 奈何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被锁进了小单间 西施看到嗨仔早已做好战斗的准备 简直让她十月借菜开满了花 就在翠花想对嗨仔上下棋手之时 嗨仔却无情提出了分手 无语到脚底的西施 施鹿鹿匆忙离开 此时翠花已经彻底绝望了 面对小田狗的嗨仔 翠花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就这样掐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嗨仔才奋力挣脱开来 翠花这次反抗的举动 让嗨仔想到一个大绝招 挖掉 原来是把翠花的双手也卸掉 此后翠花也没有之前的傲起了 现在她就成为任人摆弄的人形花瓶 但嗨仔还是一如既往细心照顾 很快翠花也习惯了没手没脚的生活 嗨仔见此机会再次跟她深情表白 说什么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翠花看着眼前对自己痴情的男人 内心也开始慢慢有了变化 随后两人开始过着神仙打架的日子 变态外科医生为了求爱 居然砍掉漂亮女孩的四肢 经过嗨仔的细心照顾 翠花的态度也慢慢好转 两人的关系也泛起了爱的火花 嗨仔开始为翠花梳妆打扮 为她讲述了童话故事 还给她做了丰盛的美食 此时翠花早已经离不开眼前的男人 还主动亲吻了嗨仔 这个字你一定见过 但不一定打得出来 这是一个凶悍的男人闯了进来 她正是翠花的男友丧彪 看到自己的女友被别人给拱了 丧彪快速上前将嗨仔推倒在地 回过头看到眼前的女友亚麻呆着了 翠花现在就是活生生的人质 随后丧彪又再次对嗨仔大打出手 两人瞬间撕打在一起 但翠花却祈求丧彪不要再打了 因为她现在已经彻底爱上了嗨仔 丧彪还是觉得翠花是受到了威胁 并让她在嗨仔跟自己之间做出选择 而让丧彪意想不到的是 翠花最后选择了嗨仔 丧彪见此也无能为力 只能屁颠屁颠离开了 翠花明白现在除了嗨仔 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无怨无悔照顾她 看着躺在地上的嗨仔 翠花对她不停说着我爱你 画面一转 嗨仔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当时嗨仔想对翠花做最后的玩意 翠花却意外被一辆汽车撞倒 嗨仔马上就把她送到了医院 而自己在等待翠花手术时意外睡着了 随后嗨仔来到病房 此时翠花还在昏迷之中 看着完好无损的翠花 现在她感到熟悉又陌生 但嗨仔似乎更喜欢没手没脚的翠花 最终嗨仔还是克制住了理智 保留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与道德 最后选择了离开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